簡化版的土流 第三集 今天繼續來到香港教育大學 STEM教育中文文化特色建築文化建築情景群設計比賽的一個特別節目 我們來到繼續畫土流 你見到我們今次又繼續開這個版面 好了 繼續記不記得按教育點點可以叫那個圖出來 我們先按一下 你DoubleK那個圖 同樣地 它就會滾 你見到我那個之前已經畫了 如果你還沒畫 你看回第二集就可以了 好了 其實你自己畫得更加仔細的 不過我現在這個簡化版 好了 我們繼續用回你之前用過的 Line 好了 按了Line之後 你選一個Sketch Plane 即是一個平面 你繼續勾線 你見到我好像隨意勾 其實我大概已經計算了數 遇到一些位置 如果你自己就可以更加遇得準 或者你再按D Dimension 那你就可以調校更加準確 就不用我按得那麼辛苦了 那你見到我有些東西會改一改 即是我不斷試 Try and Error 試一下試一下這樣 那你不要緊 你慢慢來都可以了 那你見到按一下按一下這樣 將條線按緊左鍵拉過來 就連回 記得要有橙色面 它才會成為一個面 否則轉不到立體 你按著D Dimension 10mm 由頭至尾拉拉兩條線 又是D Dimension 50 那你記得就拉出來 好了 那尺寸出了之後 它就不會到處走 你不會推到它 那你也很多朋友都問 可不可以畫準一點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了 好 跟著我畫屋頂 你看到我一拉 它就整個架構出來了 看不看得到 那一按抵好就可以了 那跟著有時候畫錯了 或者是不準確 你可以繼續按左鍵拉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按 這個三點成一直線的Spline 好了 那你跟著就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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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跟著 如果不滿意 就按左鍵拉好 那有些朋友問可不可以按 對稱 那是可以的 那那個難一點 我暫時就不教 大家大概畫一下 好啦 雖然歪歪的 但也不是太離譜 算了 因為我們先試一試 先 最緊要 讓你們明白了運作原理 那我不夠的 我畫多一間屋子 我會一次過畫兩間 等下會重用這個Sketch 即是這個草稿 好啦 我們大概畫中間的另一層 那我簡化了 它應該有四五層的 有些 至少三層的 那我們現在簡化了 就當是高中低三層 那你見到我現在拉上去 那一下我就大約按20mm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那之後呢 我就把它畫一個正方形 這次 那我不用拉了 那正方形一拉 拉上來 這樣 那然後再用拉 好啦 按出來 這樣按就行了 那你見到呢 我用Spline 好啦 又按了 點點 指正正中 按 點 點 你見到藍色線就是 說它兩點是同一個平面 那就可以了 那你又想動的話 你就可以按住 左鍵拉高拉低 那其實這樣不是很理想 因為這樣不是很對稱的 那要對稱呢 要畫一條中心線 那這個暫時不教大家 因為怕太難 大家理解不了 好啦 那你畫完之後呢 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 已經完成了一大半了 那怎麼辦呢 剩下那些 那我們呢 不要心急 不要心急 那你差不多你就按 上面的按鈕 Stop sketch 好啦 那你見到呢 我們出回來這個 立體平面了 你按Shift 和中間按鈕 就可以扭到它變成立體的了 好啦 那跟著我們呢 就按一個create revolve 好啦 一按revolve的按鈕 那我們選擇一個平面了 你見到我選了兩個主流的建築物 你可以選一個先的 一個一個做也可以 那跟著你選一個主軸 你見不見到 好像進擊的巨人 那樣 就是整個圍牆圍著它 那你選那個中間點 那它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再做第二次 revolve 好啦 又做第二次了 那不見了屋頂怎麼辦呢 那我們開回這個sketch那裡 那你開回那個 其中最底的sketch 就可以開回舊的sketch 不過記得等一下你自己懂 那我選了兩個sketch之後呢 我們繼續選一個assets 那個軸心 好啦 找回軸心先 綠色那條 找回 按OK New body 好啦 不要被它黏住 那再按OK 那就行了 好啦 那你見到整個 中華特色建築物的結構 土流已經是整好了 基本上 那當然上面呢 你見到很多仔細的東西 沒有啦 屋啊 門啊 那些都沒有的 那那些希望你之後 慢慢加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繼續下去畫它 那你見到我有幾個body 我先關掉中間 池塘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進階一點啦 看看你學不學到啦 我們按 Santa Rectangle 好啦 我們選了中間的平面之後 那跟著我一點一拉 你看到我拉了一道門的形狀 的 好啦 上面有個尺寸 你可以跟就可以不跟 不過呢 如果你真的畫 就麻煩真的跟回那個比例啦 好啦 你畫完之後呢 那差不多了啦 那你就按回 Stopp Sketch 或是按直接按E 好像有按Extrude 好啦 那你跟著你見到 10月Extrude啦 那然後呢 它一拉那一下 人工智能知道是Cut的 即是切的 那樣OK就可以了 好啦 開回那個池塘出來 你就見到呢 整個建築群呢 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我繼續做法V啦 好啦 原角按F啦 記得 那好啦 跟著我們就選擇這些 原角的部分 然後你給它一個尺寸 大概0.5mm 之前那個池塘畫大了 你小心這段片啦 那裡我改過來的 那你選擇它整個圖之後 你選擇0.2mm 就是計算個比例 那差不多了 那你見到那棟樓呢 就有了原角啊 就算是3D片出來 都不會刺傷手啦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動作 基本上就做完了 要畫 那你還差窗口 窗口我們這裡呢 就不示範 讓你自己試試想想 好啦 那跟著呢 你就按Render啦 那你見到Render這個樣子 好 行不行 那你見到Render出來 還沒Render的 其實就叫Fader 就是上顏色 那我們呢 就真的會做事啦 那你選擇原本用過的 texture 就是那個物料啦 你選擇 concrete 就是那個泥頭 石屎啦 那跟著呢 就選擇那個頂 那個texture 好啦 你見到整個屋 基本上呢 就統一了 那為了搶槍而已 那搶槍那裡 有機會再畫給大家看啦 那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基本上呢 就說好 那我們要準備個Render的過程啦 那你選好了 看看還有沒有東西需要改 沒有的話 你close了它先 那你按close之後 版面清晰啦 按Render 按Final Render 好啦 那你要按Render之前呢 那你選好上面 那記得16比9啊 那些東西要選好了 那1600x900啦 又是那句 那它呢 就可以慢慢在那裡搶 那搶到那一刻 你便可以開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問 那我去哪好呢 那你就算去吃個杯麵 再回來 又或者去吃午餐 之後回來 回到電腦室開回來 都會有的了 那你見到這個時候 你見到我開了啦 這裡剪片剪了一些的 其實等了十幾二十分鐘的啦 那 那 開回來呢 你記得右邊第二顆按鈕就下載 那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整個就說 好啦 那如果低角度看上去 就更加像一棟大樓 那槍呢 你們自己試一下想一下 怎樣滑 那有機會我就會在這裡分享 好 那今天多謝大家啦 我們先去看他 然後再erton一下 EA 再檄片 我先去看他 你的旅行 你 我先去看他 阿 我先去看他 我先去看他 他